Foggy Bottom 就来看一看在这边生活 花销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就主要还是吃饭嘛 然后房租 我估计每个月要花 就是2000多美金 我曾经住在Foggy Bottom 然后我现在已经搬到了边 曾经的房价是 一千四到一千六左右 在第四的时候 我们住在一层房子 我们找到一层房子 从最低的地方 你能找到这里的地方 是22-23 然后可以到5,000个月 有个地方是2,000 2,500个月 甚至是一个厨房子 所以住在Foggy Bottom的人 多数是以租房为主 居住人群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在附近上班的白领 另一种是附近大学的学生 就拿乔治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公寓来说 一套一居室的公寓 每月是2500美元左右 虽然房价不便宜 但大多数人都选择合租 这样一来就便宜了不少 公寓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像我身后的这种连排别墅 也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它也组成了DC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住宅区 小小的街道和两边 各式各样的连排别墅 形成了独特的居住风格 像这样的别墅 每月的租金大概要5000美元 即使只租住其中的一间卧室 也要每个月3500美元左右 温泰 很适合 然后也吃不好 吃得凶一点就5000美元 吃得眵一点就3000美元 所以我从家里有食物 所以幸好我没有吃饭 但是我吃饭 我会很自信 这是一个很贵的食物 这家Who Foods是这个区域里面 最近最方便的一家超市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这里面的物价是什么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去学校主要是坐地铁 然后平时去玩就坐屋 平时出行我会自己开车 但是呢 像来DC的话 我会选择坐屋葵 我们有一个车子 所以我们转移 我们必须转移 但是我们住得太近 所以我们就走到学校 我们要去走 我去走 我去走 4K Bottom属于比较是中心的地段 交通拥堵 尤其在高峰期是不可避免的 停车也是一大难题 这里可以路边停车 但是一般找到停车位是很难的 停车场虽然多但是比较贵 一天的停车费大概15到25美元不等 所以走路地铁可以说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 地铁和公交固然方便 但是在急着出门的情况下 Capital Bike Share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自行车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种自行车的方便之处在于 它在DC室内设有很多站点 可以随时取车和停车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地方 是因为你这里有什么 你这里有你的学校 你这里有你的食物 你这里有你的食物 有地方休息 有地方休息 有地方 很美的地方 YouTube 都能担心